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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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下一场的选手 乔泽和酷落 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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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挑战者是 伊杰和蒂雷斯 蒂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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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雷斯 请双方进入擂台 很高兴见到你 让我们来一场公平的竞争 当然 预备 是时候让大家见识一下你的厉害了 李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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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 顾勒冲啊 别停下来 顾勒 小心啊 接下来轮到我们反地 放手 快放手啊 放手啊 放手啊 李雷斯 游戏结束了 休想 怎么可能 闪电连华拳 李雷斯 旋风腿 这个对手真不简单 我的计划结束这场竞赛 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全力出击吧 旋风飞机 旋风飞机 闪电一击 太好的成功了 顾勒 解决它吧 不 怎么会这样 双方机器人同时失去战斗力 看来 这是一场双重击倒 什么 双重击倒 请三赛者进入擂台 我们将公布优胜者 这一场比赛 他的优胜者是 乔泽和一杰 乔泽 帝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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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杰 恭喜你 你也一样 阿泽 我只是想说 帝雷斯真了不起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细的设计 特别是腿部的勾造 太令人惊讶了 谢谢你 库洛的能力也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它是我遇过最强的对手 真的吗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改良库洛 才有今天的这一点成绩呢 我非常明白 哦 我们应该找一个时间聚一聚 我有好多东西要向你学习呢 我也想趁机多了解帝雷斯的设计 当然没问题阿泽 说不定我才要向你学习呢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络哦 对了阿泽 我在想你对军事装备有没有兴趣 军事装备 是这样的 我爸爸参与了一项军事项目 他们在这个周末正好要举办一场发表会 发表最新研发的军用无人机 军用无人机 对这架军用无人机使用目前最新的加码科技 它的外壳能够反射光线 换句话说就是隐形能力 隐形机 太厉害了 我绝对想亲眼看看 太好了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一个人去参加这个活动 有你在的话 那会有趣很多 耶 那我们这个周末见 我的朋友 放心 我一定到 好 那就这样 再见了阿泽 再见一姐 谢谢你的邀请啊 别客气 天哪 是隐形技术呢 我终于有机会见识见识了 一姐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军事无人机基地 无人机基地 是的 这里停放了各种军事无人机 也是新科技的试验厂 哇 原来是这样啊 嗯 我们也该过去了 发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嗯 一姐 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呢 是吗 别担心 阿泽 他们都是我父亲的朋友 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况且我们还有特别通行证呢 哦 你说的对 这个一姐 我到现在还没有 见到无人机呢 难道他已经隐形了 哦 你是指加尔浩吗 耐心点阿泽 他还在基地里呢 是吗 哈哈哈哈 各位长官 我们的示范即将开始 好的 我们准备好了 启动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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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引擎的声音了 接管加尔浩操作 加尔浩 准备升空 准备升空 快看 原来这就是加尔浩啊 加尔浩的增压发动机 如你们所见 加尔浩的增压发动机速度可达四马赫 同时配有等离子光速炮 无论是天空或是陆地 它都可以轻易摧毁目标 请留意我们的示范 词曲变 哇 好强的破坏力呀 嗯 是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加尔号的特殊功能 也就是备受期待的隐形能力 天哪 这一刻终于来了 启动隐形装置 加尔号的外壳采用高质量的加码金属 隐形技术堪称当今之最 进入隐形状态后 增压发动机将不会发出任何声响 使它成为完全无法探测的飞行器 加尔号能够在隐形的状态下 发射等离子光速炮 瞬间将敌人见面 哦 隐形了 它到底在哪儿呢 哦 太棒了 精彩了 精彩了 嗯 加尔号实在太强了 有了隐形技术之后 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它 不过万一有人害入它的系统 那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这架无人机有军官在背后操控 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入侵的 但愿如此 今天的示范到此为止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也将为加尔号上载超智能系统 请各位一同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现在开始它将自行运作 为人类的和平带来持续的贡献 开始上载超智能系统 已经上载完毕 现在取消控制加尔号 加尔号全自动化系统起动 这群人 以为凭这个破玩意儿 就能取代默克集团的地位 哼 不过也好 就让你们领教一下我的厉害 各位观众 加尔号已经正式投入服务 我们将为他输入第一项任务 发生什么事了 加尔号怎么突然发动攻击了 加尔号好像有些不对劲 阿泽 快离开这儿 到安全的地方去 等等 一姐 你要去哪儿 我 有些事情要办 总之 总之你快离开 威特 走吧 我们得阻止加尔号 我无法控制加尔号 有人入侵我们的系统了 什么 是害客 是的 明白 是的 好的 将军 注意 我们刚收到将军发出的命令 他要我们立刻消灭加尔号 什么 加尔号随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请把握时机 明白 我们会立刻派遣战斗无人机 威特 我们能够阻止他吗 我无法对空中的目标展开攻击 钢甲人难道就不能飞吗 那是什么 希尔斯 谁是希尔斯 希尔斯是有飞行能力的钢甲人 另一名钢甲人 威特 你可不可以探测希尔斯的讯号来自哪里 我可以做到 希尔斯 我们必须找出加尔号的位置 明白 笔笔 我找到加尔号了 非常好 我立刻传送钢甲配件 加尔号进入隐形状态了 无法探测他的位置 立刻向各方向射击 说不定能击中他 一姐 我无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行动 我们必须重新计划 明白了 你先回来停机坪 我们再想办法 明白 阿泽 你怎么会在这里 钢甲人 阿泽 你 是的 一姐 没想到你也拥有钢甲人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希尔斯 维特 快躲起来 我们得想想办法 希尔斯 这种距离你应该可以打下他吧 不行 除非他解除隐形状态 或许我们可以逼他现身 你有什么建议 维特 我们必须依靠你的速度 放心交给我吧 钢甲系统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够地 哦 那就是维特的钢甲配剑 没错 好 希尔斯 是时候给你配上武器了 嗯 钢甲系统 传送 钢甲系统 锁地 哦 哇 哇 哇 帝尔斯 随时准备出击 嗯 帝尔斯 现在 一姐 我无法追踪加二号的位置 他的速度太快了 哦 维特 你尽量拖延时间 让希尔斯看清楚加二号的位置 我试试看 维特 希尔斯 我还是无法跟上他的速度 啊 阿泽 这个办法行不通 我们需要改变策略 让我再试一次 这一次 我会放慢速度 希尔斯 别再让他跑了 我不会的 哦 不好了 主推器过热了 过热 对了 我们可以追踪加二号 光速炮的热能 热能 光速炮不断发射 会出现过热 正是 维特 你可以挡下 光速炮吧 我们打算在光速炮过热的瞬间 将他打下 好的 我可以做到 希尔斯 我们必须等待光速炮过热 你只有一次机会 明白了 不准备 不准备 封锁 好 好 不准备 好 好 好 快 太棒了 我们做到了 一姐 你应该加入我们 这样我们会有更大的机会 打败莫克 莫克 我不确定这样真的好吗 只要能确保你的安全 我没意见 别忘了钢甲人选择我们的原因 我知道 但只有我们两人恐怕 别担心 他们是谁 这是我们的团队 娜娜和苏菲老师 我已经告诉他们 关于你和希尔斯的事情了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嗨 很高兴认识你们 希尔斯 萨维斯 我们终于碰面了 一姐 我 或许我要先说服我的爸爸 别担心 我会向你爸爸解释 关于补习中心的 哦 那太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举办一个派对呢 那当然 欢迎你的加入 太好了 我们这就去吃雪糕 好极了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 快走吧 我早就恶贬了 他们的旅程才刚开始 是 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钢甲人 没错 所以在这之前 我们更要加紧戒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